辽宁号航母原名瓦良格号,是从乌克兰引进的中国第一艘航母。 中国海军早在1978年颁布的海军舰艇命名条例规定,航空母舰,巡洋舰以行政省区或此组命名瓦良格号航母引进回来后,就在辽宁省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改装,可以说是辽宁赋予瓦良格号航母新的生命。 辽宁理所当然,成为中国首艘航母的诞生地,加之中国海军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在辽宁新城,辽宁是中国重工业基地,此次为首艘航母顺利建成,做出很大贡献。 综合多种因素,中国海军最终确定以辽宁号为中国首艘航母命名,著名海军军事专家,航空母舰专家立即称,辽宁号航母的先号已一开头,并确定为16,是因为海军舰艇命名条例,规定驱逐舰都已一开头,如105属北海舰队,131属东海舰队,160属南海舰队等,但因为驱逐舰是三位数字, 而航母比较大,所以选择100以下数字,比较小的开头比较顺,而首艘航母采用两位数,说明训练功能是辽宁号航母服役后的主要功能,事实情况也是,辽宁号航母自2012年9月25日正式服役后,主要用于各种类型的训练,为打造中国将来更多航母舰队,培育更多海军人才,累积更多海战经验提供支撑。 第一艘航母用16这个数字比较吉利,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,也为将来其他航母入役后,命令需要留出足够空间。 此外,曾在乌克兰参与购买中国首艘航母《瓦良格号》的全国政协委员,香港创律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增平,在接涉媒体时称,中国将瓦良格号改建为辽宁号不易,因为从达成购买协定到重建它,中国整整用了16年才完成这项巨大工程,使用16恰如其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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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